5月3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 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25个基点到5%至5.25%之间 并暗示这可能是1980年代以来最激进紧缩周期的最后一次利率调整 这已经是美联储连续第十次加息,累计加息幅度达500个基点 目前,美国的年通货膨胀率为5%,美联储致力于实现2%的目标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在压低通胀方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降低通胀可能要求劳动力市场软着陆 如果通胀率居高不下,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 正在评估利率是否已经针对美国经济具有有效的限制性 正设法实现有效的限制性利率水平 必须在加息幅度不够多和加息过头的风险之间取得平衡 此外,美联储认为,债务上限对前景构成风险 就美国爆发债务违约的风险而言 任何人都不应当假设美联储能保护美国经济 也不应当认为美联储能捍卫美国的信誉 美国交通部5月2日发布新命令 允许中方航司每周执行最多12个中美直航客运航班 美国交通部在令中提到 2022年底,中方已向美方告知一系列恢复国际航班的举措 包括自2023年1月8日起 中外航空公司可以根据协定恢复航班 并取消对国际客运航班数量的临时限制和乘客负载因素 即75%的限制 航空公司可以恢复2019年IATA北半球冬季期间运营的所有航班 并可以申请在于2023年3月26日开始的北半球夏季中增加额外的航班 自2023年3月18日起 中方批准了美方额外两个航班 使得美方航司每周可运营12个航班 美方认为中方的举动是积极的 基于公众利益的考量 认为渐进而平衡的恢复是最佳选项 美交通部重申其目标是改善环境 使双方航空公司能够充分行使其双边权利 保持美中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平衡和公平机会 并希望与中方保持持续富有成效的对话 以实现逐步更广泛的美中航空服务市场重新开放的目标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5月3日表示 有两架无人机对客工进行了攻击 俄方及时通过电子战系统采取行动 使试图袭击客工的无人机失效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袭击中没有受伤 工作安排照常进行 俄方保留在其认为合适的地点和时间进行报复的权利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当天表示 没有当地政府特别批准 禁止在莫斯科使用无人机 而杜马议员呼吁俄军对泽林斯基关底 进行导弹打击以回应 但乌克兰总统发言人否认乌克兰参与了 对克里姆林宫的袭击 5月3日早上 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一间小学 发生致命枪击案 一名14岁男生涉嫌在教室开枪 击中在场保安、教师和同学 造成九死七伤 警方逮捕了嫌疑人 一名七年级的学生 称他用他父亲的枪 向学校的学生和工作人员开枪 警方在最新的消息中显示 枪手事先计划好了此次行动 一张手写文件的图像 上面列出了嫌疑人想要锁定的学生名单 以及学校布局的草图 由于嫌疑人太年轻 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检察官以他的未成年身份为由 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下令 将该学生的父亲拘留 据幸存者家长描述 枪手是一名安静乖巧的学生 在不久之前才加入到他们这一班 警方发布的声明说 伤者正在接受治疗 这起枪击案背后的动机仍在调查中 大规模枪击事件在塞尔维亚相对罕见 那里有非常严格的枪支法 但在20世纪90年代的战争和动乱之后 西巴尔干地区充斥着数十万件非法武器 西巴尔干地区养着数十万件非法武器